哈囉,大家好,我是Budio 在五月初左右的時候 中國網路上刷起了一場反鷹行動 紛紛拍了一堆參訪大英博物館 看到中國文物之後痛哭流涕 強烈譴責英國的影片,對吧? 當初我還做過節目呢 但不知道為何在八月底 又上演了復興反鷹行動 同樣又是在炒作大英博物館 要歸還中國文物 但這次愛國留學生們拍了一個叫做 逃出大英博物館的科幻愛情穿越古裝喜劇片 故事內容是一個愛國留學生 拿著相機可能是Sony的 在英國倫敦的街頭拍照 途中被幻化為古代中國女子的玉虎給撞上了 這名女子臉上非常多的泥泞,身穿汗服 個性有點像小妹妹那樣的感覺 雙方就此展開了你農我農的愛情愛國故事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另外一部小粉紅自製的攻擊大英博物館的影片 他們沒有名字只有編號 就像強盜公開展示髒物 每個中國人都記得歷史書上的一句話 落後就要挨打 但有些東西你偷的走 有些東西有手也難倒 這邊有一個很關鍵的概念 一定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落後就要挨打 這個是中共說的對吧 但是呢 現在你又強調中國偉大復興啦 我們被歐美挨打是人家戒不得我們好啦 落後又要挨打 強大又要挨打 所以你到底要落後還是你要強大 我跟你說落後不挨打啦 挨打的是你落後還霸道 那你就挨打 如果落後就要挨打 我估計世界上可能有將近一百多個國家要被挨打 那為什麼就打你中國或是中國這片土地上以前的國家 因為你不僅落後之外你還自大霸道 對吧 這個我們沒在講 總之啦 這部劇在B站上廣受好評 幾百萬的觀看次數今天已經推出第三集啦 你們大家可以去看那個B站上面的留言都非常的精彩 這邊就不一一展示給各位啦 那這次這名女子幻化了玉虎 叫做清玉薄胎茶虎 反轉打臉的來咯 這個茶虎啊是中國藝術家在2017年贈送給大英博物館的文物 所以我真的會笑死欸 你贈送給別人的你拿這個來代表說要虧還 你也用別的物品來舉例吧 而這次啊為什麼中國又掀起了這個反英運動呢 原因就是最近啊大英博物館因為文物遺失而上了新聞 那中共藉此帶風向 所以也可以解釋為何一對愛國留學生紛紛響應 我就問一下 英國他可以出現這種文物盜竊他還願意曝光 他沒有覺得說 喔這個會讓怎麼英國啊會讓怎麼英國黨啊會讓英國女王丟臉 所以我之前不報 我不讓這些民眾知道不會有這種事情對吧 因為他民主自由 但在中共國文物盜竊你知道嗎 我們不要說文物盜竊啦 你們中國官員的財產都不像民主國家那樣透明公開了 你還能知道什麼 看東西還要翻牆 然後你們覺得翻牆只不過是多了一個動作也沒什麼 那為什麼要多了這個動作呢 門心自問 你們這麼熱愛所謂的歷史文物 我怎麼不見你們去跟中共叫板追討文革毀壞的文物跟建築物了呢 文革毀壞的還少嗎 而文革雖然明面上破壞的是那些文物是那些建築 但文革喪失最大的是人性 好家在有大英博物館跟我們台北故宮啊 不然你想想這些文物如果還在中國境內 文革的時候這些文物應該都要被摧殘殆盡了 沒跟你收保管費就不錯啦 還叫什麼啊 再來大英帝國時代啊 日不落帝國那個時代啊 確實對外殖民野心非常強 在歐洲非洲亞洲地區確實拿了很多文物 其中多數是士官兵拿取的 但在之後的八國聯軍已經建立了這種秩序 不得隨意亂竊取文物 而在這之前竊取的文物那些士官兵 不是在晚年變賣出去就是傳給下一代 傳給下一代更多都是因為下一代不懂這是什麼東西 缺錢嘛 把這些再賣出去給當地的小博物館或是收藏家 那這些收藏家最後再透過鎮語的方式給大英博物館 脈絡是這樣子的 而其中更多的還有什麼呢 當時大清的官兵跟宮女太監趁亂偷取宮中文物到宮外去變賣 經過多次輾轉才到外國人手上 最後最後又到了大英博物館手裡 然後我們就光論溥儀在宮中的時光 那個時候他多次發現太監們變賣宮中文物 等到他要酷茶的時候發生了中國特色大火 死無對證 所以我認為你們更多的應該要批判這個土地上的人對吧 所以大英博物館內的中國文物多數屬於合法取得收藏跟捐贈品 就算真的有戰亂時期掠奪過來的 現在的中共國也不一定有權代表曾經統治過大陸的土地的國家來追討 不然我就問嘛 大清欠很多國家的欠債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履行大清的義務賠嗎?沒有耶 再來最關鍵的邏輯在哪? 大清帝國是愛心絕羅家族的所有物也是他建立的 按理來說 宮廷文物最有資格跟大英叫板要回來的應該是愛心絕羅家族的後代 與你們這幫草民好像沒什麼關係啊 不是皇室卻抄著皇家的心 比當年的大清子民還不如 當年大清子民看到八國聯軍來的時候 還會去當代陸黨一同教訓中央給外國軍隊物資跟雲梯 因為這些大清子民知道 平時欺壓我們的是這些皇家成員 是這些皇族大官 不是外國人欺負我們 而在這個家天下的國家 這個國家不是百姓的 是愛心絕羅家族的 結果現在黨天下 這個國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來服務黨的 你去看一下中國共產黨的黨章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你就能理解 2023年的你們 思想卻不如清末的其盟分子 既然你們這麼愛拿歷史來說是 OK我們就來論一下 1842年的南京條約 大家應該知道吧 也是所謂的第一次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的漢文版本 跟英文版本分別在英國政府 跟我們台灣的故宮存留 這也是大中華歷史教科書中說的 喪權魯國條約對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英文原版 在維基百科有英文翻拍的原文 第五頁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an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 who should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resence and property within the demandness of the other 那這句話大致上的意思結合前面 就是大英與大清政府 女王跟皇帝啊 雙方必須保障雙方的公民 在對方的領土上的人身安全 與財產跟私有領土等等等等的一切的保障 那在簽署這個條約的時候啊 英國並沒有因為身為戰勝國 所以只限要保障英國公民凡 而不保障大清國民 那反觀當時的大清 自己本身體制腐敗就算了 獨裁極權跟現在幾乎也沒什麼兩樣對吧 當年的大清跟現在的中共國 一直把問題歸在 西方船艦力砲 西方人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其實中國這邊土地上 自古以來最缺的 永遠都是制度跟政治體制的改變 這兩個永遠不改變永遠不會好 我們從那個時代就知道了 英國一直在保障自己國民的人權 對不對 但是當時的大清只認為 我應該要學西方的船艦力砲 我應該學西方的那些表面的東西 但不知道可以支撐船艦力砲下面的基礎素養 跟基礎水準是民主自由跟人權保障 雖然那個時候的民主自由絕對沒有比現在好 但它是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去走 我最近看了一個中國的連續劇叫做安樂傳 裡面出現了水災啊潰堤啊貪污經費啊 不給災民物資把中央官員來的時候都把災民趕去旁邊 不讓拍不讓看 創造一個美好的假象物資百拍嘛 因為我做中國議題的節目 我非常有即時感耶 咦?這是在演作州、霸州跟東北嗎? 現在這些地方的政府發起什麼你們知道嗎? 讓災民自己募款給自己救災 當地的銀行還推出了家園貸款 讓這些因為人貨被洩洪的居民啊 去跟銀行貸款重建家園 所好的國賠呢?國賠之外你還要多給耶 因為你是人貨洩洪 假設你家一百萬的資產全沒了 那國賠就必須賠你一百萬以上 因為你犧牲掉了很多精神跟時間還有打掃的那個時間 那些錢也要賠給你 結果現在反過來叫人家去貸款 好我們話說回來我們可以發現啊 之後的什麼英法聯軍啊八國聯軍啊 是因為義和團跟大清沒有遵守承諾 說我要保護外國公民在大清的領土上 對啊放任義和團那些組織團體啊 燒教堂回鐵路隨便S一堆洋人跟教徒 還有這個非大清的國民 而這些國家都有給出大清寬限期 說幾個月內啊你要給我解決這個事情 你要給我們那些被S的公民一個交代 你要賠我們錢之外你要揪出兇手 但大清沒有理耶 大清說喔好好好 但私底下一直鼓勵義和團你繼續做 繼續看我大清政府啊挺你啊 最後才引發八國聯軍還有這個英法聯軍之意 現在中共繼續在鼓吹那些愛國者的行為 不也是類似嗎 最後營火燒聲的時候才跟這些粉紅切割 欸不是我啊那是你們自己做死啊 我沒有叫你們這樣做啊 對吧大清那個時候也是跟義和團切割 有沒有發現自己快被戰敗了 炮火轉過來打自己的義和團 牛逼啦我還能說什麼呢 好啦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書 我是八九下見啦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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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